Hello大家好 我是小薇 我昨天晚上一整夜没有睡 因为我给我父母打电话 说房子卖房子的事 他们说房子急着卖 卖不好价钱 然后我又给一个银行的朋友打电话 说抵押的事情 然后也说抵押要差不多半个月 才能放款 然后我也看了网友 很多一些评论说 阿龙为什么不要面包车 为什么不要房车 他非要逼着我去卖房子 弄那个钱 他要自动打 然后还看了很多评论 反正一整晚都没有睡着 然后六点多的时候 我就给阿龙打电话 没想到把他给弄醒了 弄醒了 我就说 我说我们是不是分手了 你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两个情侣座自备体 为什么还要第三辆车来坐了 然后最后问他要面包车 然后我就给他找的钱 就没有那么多 19万那么多了 如果他要房车的话 我就立马购物给他 然后最后他选择了房车 选择了房车 这个事我就感觉轻松了很多 但是房车现在不是卖的时候 然后我又要去联系张总 张总都懵了 因为合约是签了我的名字 说了很多 一直聊了很多 后来还好 同意了 现在我就感觉 一块石头落下了 然后如果阿龙开着房车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带着半斤 这样的话 他的账号就是见效比较快 然后他有房车 然后只签了9万的信用卡 应该就是说信用卡 他还可以导账 就很快 这个事就不用欠债了 然后我也是虽然欠的信用卡 但是我还有面包车 就这样开 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好了 就不用说再去买辆车 然后债务还是都这样欠那么多 这么麻烦 现在终于所有的都妥当了 我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了 真的是好累 最近一个星期都没有睡好 因为昨天晚上跟我爸聊的那些 其实我爸聊的都听那个什么了 一说要卖房子 然后又找朋友说 抵押房子这些事 反正弄得挺那个什么的 不过现在好在 就是说我特别感谢的就是张总 他同意我把车过户给阿龙 然后阿龙的账号 这样子的话 半斤也可以住在房车 农爹照顾了 因为半斤如果跟着我的话 我面包车带着他 我也很愿意的 因为半斤很多粉丝愿意看半斤 反正阿龙平时他也不怎么拍日常 如果他可以拍半斤的话 半斤跟着阿龙很幸福的 我只是说用面包车 然后自驾把我自己的债务还了之后 再去找阿龙跟半斤 因为那样子的话 我就不用每天去在意 每天要发视频 每天就想让阿龙发视频 或者我发视频 我做事情就是这样 我可能说我的质量不高 但是我就想用数量去凑 就是说我觉得该奋斗的时候 不应该选择那么安逸的生活 因为我的负担比较大 但是阿龙不一样 阿龙就是养活他自己就可以了 他自己能吃饱穿卵就可以了 但是我不一样 我家里几口人都是要靠我 所以说我们的不一样 不知道说了什么 反正现在就特别开心 感觉终于可以睡好觉了 今天不用出发了 因为外面下雪了 半斤 其实我昨天晚上跟半斤 还拍了很多 就是说我们在自驾到这里 然后一起出去看雪的 但是这个视频我轻松了 就迫不及的想分享给大家 我终于不用再每天头疼的 去筹19万元现金了 因为19万说少 确实也少 但对我来说的话 要去筹那个钱的话 起码就说房子做抵押 各方面弄下来 都要很长时间 最主要是 就是那些银行来做贷款的 他会来家里面这样弄 我就怕我父母伤心难过 反正就还是 现在终于好了 房子也不用卖了 然后我们的房车面包车 也不用再空钱了 半斤 半斤 你跟着农店也会很幸福的 为卖以后努力了 不欠债了就来找你 真好 一晚上没睡 那个皮肤就真的是好憔悴 不过现在真的是开心了 这一个星期 现在这个结果是我最开心的了 我现在回到蓝冲的第一件事 就是咨询怎么去给阿龙 搬赞助证 搬了赞助证之后 弄好了 他就可以飞到蓝冲来 我们直接就去过户 过了户之后 跟着他一起练练车 然后他就带着半斤去 我就把我的面包车开好 我一个人的话 我再把它改改 然后我就自己去我想去的 因为我没有多少文化那种 但是我也有时候喜欢去探险 所以我想去一些乡村 拍一些就像大梁山那种 根本都不需要什么纹皱皱的东西 就跟人家聊聊 那种就是我比较好奇 然后我想去华山 我想去武功山 我还想去潜水 如果我一个人开着面包车 我可以去大城市停车 各方面就特别方便 我就感觉特别开心 然后阿龙他现在如果开着房车 带着半斤的话 以后要去找他的话 就没有人再说阿龙不开车了 到时候我就想轻浮了 想想就特别美 突然感觉中担全部都卸下来了 因为之前的话 我跟阿龙在一起 阿龙拍什么 其实我就想多保持更新一点 因为我这边的压力还是有的 但是我不应该把我的压力强加给他 因为他是没有压力的 因为他跟我在一起 他没有欠债 而且还拿出了10万元 我们一起做自媒体 但是我们做自媒体前期投入 确实有很多投入 因为刚开始做自媒体很难 也确实用了很多 不过现在这样子就特别好 给大家看一下雪 然后我就把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出来 然后我就美美的睡一觉 明天就接着走 如果我睡得很香的话 很开心很兴奋的话 可能下午我也会走 出去给大家拍雪了 我跟半斤昨天晚上看雪的 那个要在下一个视频 我就给大家拍一下 然后把这个视频发出了之后 我就要睡觉了 我太开心了 最后还是我赢了 还好他没有说 还是不要房车 还是不要面包车 阿龙我谢谢你 选择了房车 也选择 就是说尝试开这么大一辆车 反正最后还是 也感谢张总 爱旅途的张总 然后也感谢粉丝支持我们 反正我们真的是没有演戏 没演戏 我是真的 最近都好难过好难过的 现在好了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都会继续加油的 我也轻松了 我也轻松了 现在我想说的 希望阿龙开着房车一路平安 反正就是说房车没有任何的 擦过那些问题 路上安全 这就是我想看到的 这与账号能不能收益都无所谓 只要他能坐回他自己拍他想拍的 然后带着半斤 我就很开心了 半斤是幸福的 半斤阿龙会把半斤照顾得很好 那好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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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